歡迎光臨快樂大家 我是雲婷 過去我們在買車常會討論到幾個版圖 你到底是要買手排車還是自排車 你要買房車還是跑車 休旅車還是旅行車 但這一兩年有沒有發現 大家在問的是 你買的車是要吃電還是吃油的 沒錯 今天我們針對電動車好好來聊一聊 如果2021年算是電動車 大爆發的起始年的話 那麼2022年只能說 銷售量還有各家的產品 也是大噴發的元年 今天來到現場這台車 到了 它是Toyota第一次推出在市場上的 全球戰略休旅電動車 BZ4X 因為是電動車 也是第一台電動車 所以銷售方式跟以前不一樣 駕載一個APP 沒想到短短一個小時 接單1100張 你要買 看得到買不到了 因為全台灣配合只有300台 今天我們來聊聊看 BZ4X有什麼厲害之處 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要買休旅車的話 或者是如果你要買電動車的話 市場上還有哪些選項呢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的達人好朋友們 首先有請黃金右腳 葉明德 還有汽車網站總編輯 楊心如Eddie 以及汽車達人 張乃婷 乃哥 歡迎 歡迎大家今天加入我們 等一下統哥也會加入我們 看他有沒有辦法 把BZ4X開到吱吱叫 我要先講 Toyota在推電動車 其實第一時間 過去幾年我根本是 想都不會去聯想到 但是記不記得之前 豐田張乃先生出來 後面一頭腦骨的16台電動車 你真的嚇到 這沒有好好計畫個好幾年 根本沒辦法做到的 第一時間看到是有種 雞皮疙瘩的人感動的感覺 應該這樣講 其實COP26的時候 它已經全世界 已經有一個公約 它就是在2040年 法國就是最晚 整個歐盟最晚 歐盟本來是2035年 要禁售燃油車 法國最晚是2040年 然後35年 日本全境也要禁售燃油車 在當時 豐田張蘭社長就跳出來說 如果燃油車那時候就不能賣 整個汽車產業 有大概600萬會受到影響 因為在Toyota的政策裡面 他不覺得電動車是唯一的選項 因為他們其實發展算是多元化 他除了有氫燃料電池車 然後電動車以外 當然目前過渡時期的主力 是Hybrid 2030年 Toyota集團將投入700億美金 開發30款電動車 所以你會覺得 這個世代真的在翻轉 應該說 我們製造Toyota 其實它的策略 跟一般的 歐系的電動品牌 要做電動車不一樣 它有概念 叫做因地制宜 以它發展這麼多年的油電混合 不管是基本的油電板 或者是插電式油電板 它都有很承受的技術 所以他覺得這個才是 基本上目前的一些核心 它用這個技術去發展 比如說 它在這個 我們講這個後援系統 就是充電裝容易設置的 反而國家 它可以推電動車 它在這個所謂的東南亞 假設這個基礎建設不好 比如印尼 印度 基礎建設不好的地方 它可以賣油電板 或插電式油電板 甚至我們的輕燃料動力 都是一個可替代的選項 因為不像歐洲世界或歐盟 他們應該說已經是已開發國家 在基礎建設方面比較容易達成目標 所以TOYOTA看的這個市場的角度不一樣 它希望因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規劃 但是它也準備好了所謂電動車 來進入所謂的成熟市場 所以這個因地制宜的概念 其實蠻複合全球型戰略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它16台 看看來從小型車 中型車 大型車 還有箱型車 還有跑車 全部都有 也就代表什麼呢 其實電動車的模組化 並不是對TOYOTA來說 並不是一個陌生的領域 其實它已經準備好 但是因為模組化之後 消費者可以選擇的東西會更多 而且推出的時程會更快 所以當它擺出16台的時候 大家不要以為 它只是一個宣誓而已 它是告訴你 其實我要做 我是隨時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還是要堅持 不管以後混動 還是固態電池 還是氫燃料電池 還是燃油車 其實它應該都是 很均衡的發展 我相信TOYOTA這次推出來 不能讓人家小觸的是 其他的車廠 應該要感覺到什麼 壓力在哪裡 是因為它在 還沒有任何表現的時候 要推 就一次16台 但是因為這16台 我們也要來解釋一下 因為進到市場的第一台 就在我們眼前 BZ4S 第一眼印象 其實我跟你講 我第一眼看到它是嚇一跳 因為它真的長得很不TOYOTA 你對它第一眼印象好嗎 第一眼印象就是 在這些普遍流行的修理室當中 它做得比較更運動化 應該說更越野風一點 一般我看到的車型 大部分都做得比較都會SUV 其實平台中 因為大家畢竟是都會使用 充電窗大概也在都會內 但它做的這個 真的是偏向運動休閒風 我覺得在外觀的視覺上 有一點跟將嗎 坦白講我把它Logo遮住 你去問10個路人 他不會覺得那是TOYOTA 坦白講我那時候 就是看到它的第一眼 我會覺得 這那裡是TOYOTA 這跑旅 然後你開過以後 你會發現它真的是TOYOTA 所有休旅車裡面 運動性最好的 就是我在跑山路的時候 就是那個電門一敗 HANDORU慶菜那個瞬間 我會覺得 天啊 那ETNGA的底盤 它營造的操控性也太好了 像現在這種天氣 時晴時陰的時候 你在跑山路 你就整路關了 因為它扭力太大 你出彎一補油 咕咕咕咕 因為是電動車 你就覺得 哇 那扭力真的很棒 很豐沛 那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市場上 可以買到的電動車 我覺得拿銷售數字 來做一個判斷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近期的銷售數字 我要先講 我們錄影時間是5月底 然後我們播出是6月 所以我只能看到 4月電動車銷售排行榜 第一名 近年是BMW IS 賣了57輛 然後在Ionic 5 Ionic 5賣得很好 因為這台車型評價非常高 39輛 Tycon 31輛 我想應該也跟車子不夠 沒辦法敲車有關係 XC40 Recharge 其實也賣了30輛 那e-tron Sportback 15輛 然後e-tron GT 9輛 加起來也破了20 然後Kona UX310也賣了10台 這個市場來看的話 Edic 現在好像有車就贏 目前交測是這樣 我們照去年整體電動車的 總量大概快7000台 預估今年應該會破萬台 但是關鍵還是在於 電動車的到港的數量 對 我們都知道之前有晶片 但是根據我最近的消息 這個晶片荒大概會在 今年的第三季開始逐漸解除 所以各項配備都會逐漸上來 到時候電動車的製造 我覺得也不太會是問題 所以將來就是誰到的車多 誰就是榜上的長勝軍 這iX它現在你知道 iX現在就是BMW 整個新世代的i部門 iX缺車4000多台 加i4總共加起來6000多 所以它其實你現在看到 只是鳳毛麟角 因為就是全世界缺車 它沒辦法滿足消費者 如果它一次都滿足 我跟你講後面會讓你覺得更厲害 但是我們就目前的電動車版圖之外 我們要來看看現階段 可以買到的一些電動車款 我們如果現在要看電動車的話 iX有 就最近出來 接下來大家會很期待 因為人家講雙B EQS會出現 之前我們已經有看過實測 Taycon就是 點點吃三碗公 本來已經買得非常非常好 它又有Cross Turismo 然後eTron GT 還有包括eTron 還有Model 3 還有XC40 Recharge 跟UX310 Model 3去哪裡 好像暫時看不到它了 因為現在就是缺車 然後缺料 然後再加上工廠停工 但是 但是我說真的 就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Tesla這個品牌 在電動車它算是破局 為什麼說破局 其實相較於2020 它光是2021年 它自己的成長比例已經九成多 就是已經快要100%成長 這是很驚人 今年主要當然受到戰爭的衝擊 林沛健的供應鏈鍛鍊 然後還有工廠停工 所以它目前是大幅下滑 可是我覺得 就是以新創品牌來講 它的確很成功 而且主要是它 深深的打動年輕市場的心 但是如果用市場 200萬內的車子可以選項 其實之前討論熱度很高的 還包括了在Ioniq 5 還有包括EV6 其實這兩台討論度非常非常高 Model 3暫時我們看不到 XC40 Recharge 可能大家稍微陌生一點點 乃哥 因為你也在研究電動車嘛 你好像對電動車 還投入滿多的心力在上面 現在市場這樣子演變 你怎麼看 其實看到這個市場 大家要注意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是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 價錢不是問題 配備才是問題 續航力才是問題 不然的話你知道 台灣最早其實進來還有什麼 你上了禮服 大家怎麼可能忘記 但是不能忘記的是什麼 就是里程太少嘛 大概不到300公里的一個續航 所以配備不要吝嗇 價錢不用客氣 有沒有 價錢可以考慮一下 讓它補級更快 那BZ4S呢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它 這台車創下了一些新的數字 刷新我們的三觀 它也跟Model 3的行銷方法一樣 不是進到展間去看車 而是你透過App去訂車 那其實短短24分鐘 20來分 它的今年配合就被輸了了 就300台沒有了 那就繼續在開放 那一個小時內竟然接到了1100張單 然後三個小時1500張 你是不是很離譜了 這台車有什麼厲害之處呢 德哥 咱們敲它一敲吧 有沒有像你當年初戀的感覺 其實有 你知道嗎 因為對我來講 它算是一台很特別的Toyota 我們知道其實Toyota 它的電氣化部門 從1992就開始 這一台車等於累積了30年的功力 打造出你唯一能夠買到的 第一款BZ電動車 那這台車其實我覺得 它的樣子看起來很桃綠 你會覺得它跟你傳統那種 相對比較單調的Toyota不一樣 那整個山條都這樣彎彎彎 你有感覺嗎 你台語怎麼好彎彎彎 這彎彎彎彎彎 對 我跟你講 你知道它光看到它的車頭 你會覺得就一個字 凶 凶 對 而且它沒有原本 傳統燃油車的那種 大面積的水箱物章 因為它需要撞風 可是我是電動車 對 以便 所以整個包起來 你會覺得 其實這樣看起來車頭很低延 但是又充滿了未來感 尤其你知道它的引擎蓋 其實也是有學問 應該說馬達蓋 那邊的車會比較平 你知道它這邊就是比較平 所以你坐在裡面的視野會比較好 超好的 再來你破風前進的時候 它又可以老流 然後這一塊 防刮材質 給它打到大力幹嘛 防刮沒關係 這個防刮材質 它不只是防刮 因為你這樣跟車太近的時候 會有石頭彈跳 它會直接彈開 再來遠近燈的LED 你看這個 炯炯有神 走到側面 我覺得是陶旅風最濃郁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它前後葉子板爆龜 然後它又用防刮材質 大塊的 對 你仔細看它的線條 我覺得其實很 烏拉斯的那一種風格 烏拉斯 對 等一下統哥來又跟我說 這個要改 那要改 先把冷鏡改大一點 冷鏡是一定要改 如果你走視覺系的話 它原廠的18吋 真的看起來有點太小 對 但是講到輪圈 其實它有學問 你知道 它其實是電池寬的 但是它是導流的 是耶 對 你看它 因為它畢竟電動車 它也是以節能為主 所以它配給你的 也是節能胎 節能胎缺點當然就是 你吹的時候 它會彈彈彈彈 但是它相對就比較耐磨 然後也可以比較節省 是你開得比較狠吧 我開都沒有彈彈彈 什麼 盈婷姐開要彈彈彈彈的時候 只有一個狀況 我是正常老闆性的開法 你那個不正常人的開法 沒有 因為它的底盤真的很棒 ETMGA它是前脈蛙城 後雙A倍 可是它那個底盤的服貼性超好 另外就是因為它是電動車 它電池在底板下面 所以它相較之下 會比傳統的 Toyota的SUV重心更低 對 然後配重也會比 傳統的Toyota要來得更好 其實那感覺很強烈 對 而且你知道 它的那個懸吊的阻尼 你很難講說 它是舒適或是它是硬朗 因為我覺得它算是Q彈 就是你在市區的時候遇到震動 你不會覺得它跳動得很不舒服 沒有那麼大 但是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那個支撐性再加上低重心 它的懸吊的側傾抑制很好 所以你就會增添你的駕馭信心 對 好 充電孔在這裡 按一下 打開 打開對不對 你如果是家裡的萬聰 開第一顆刀 你如果是要塗到CCS1快充 兩個刀打開 對不對 而且它的公布的數值 這個充飽電它可以跑625公里 但是我要講 這是測試數據 因為就跟我們油車一樣 你的駕駛模式不一樣 你的行車電汗 如果是你開的話 就可能比較少 可能四百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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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開搞不好 會優於626公里嗎 可能 營營姐開一開的時候下來推 有機會 有啦 開到沒電 對 這個就是依照駕駛人的習慣 他會去調整 對 但是能源局測出了626公里 算是滿厲害的 那測測這裡呢 因為我們就講說 因為它是一台休旅車 它要出去 出油 凹豆的時候 對 這裡也是防刮 防刮材質 我們今天的特地為了路 這台出來凹豆 你看我們又有蟲鳴 鳥叫 而且深呼吸的時候 還有聞到草香味 而且講到車尾呢 我覺得它算是Toyota 在設計感這一塊 最講究的車型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後腦流 除了大以外 它中間樓空的 對 它是封的 而且它沒有後雨刷 它整個低斜的後檔 一大片 它藉由封壓 把你後檔的髒污給帶掉 水直接帶掉 而且你知道 連貫式的尾燈 尾燈上面還有一片小壓尾 所以我覺得在跑旅的 氛圍營造上 車尾的比重其實更高 其實它可以腳踢尾門 你也可以用按的 然後電動車 所以要超平整的 可以裝兩個夜明的 可能要折或切 直接放可能沒辦法放到兩個 對 它其實行李箱 如果你用那個 平常是我們的燈金箱來放的話 我覺得四個應該放得了 對 而且它還有 它可以把你的充電裝置放在這裡 因為附一包 一包是散 這包叫做電燈 要給你送電的 待會再把它處理 為什麼被你弄了 你再拆嗎 待會再把你放回去 打平之後呢 因為 如果你有在開RAWFOR 你就知道 Shori車很方便 然後它的開口卻格外的大 然後又很平整 因為是電動車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到車內來看看 我跟你講 我其實超喜歡它的儀表 因為它的儀表 那個戰鬥感真的很棒 我覺得是很未來 就是戰鬥機的模式 它這樣設計有幾個功能 就是它等於可以取代抬頭顯示器 你這樣開車 雙手握著方向盤 就是那個直覺感很好 而且以我的高度 方向盤跟儀表的對應位置剛剛好 而且小巧的方向盤 為什麼很多人去跑賽車 他都換小方向盤 因為你在轉的時候 那個盤幅小巧 你掌握的那個會更迅速 那中間這個是12.3吋的觸控液晶顯示器 算大 然後它的儀表板的材質 前面這裡 對 你會覺得它就是以環保為訴求 那整台車 這樣整個中控台的介面 就會給你一種未來感 而且它用的是TSS 3.0 那等於該有的配備 差不多四十行 而且它把你會用到的功能 全部整合在方向盤上面 所以我在開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直覺感很好 而且你知道我們開跑車 你會覺得說 它那個中控台整個很高熟 就排檔座很高熟 它會有一個環倉的包覆感 那這一台車也一樣 而且你看它中控台這邊 它是一個就是QI充電板 無線充電 你把手機放在這裡的無線充電 它這是透明的 手機箱還會亮 對 而且你看它的旋鈕式的排檔 就是在操作上呢 你也會覺得很棒 那你打到倒檔 它還有環景的攝影 對 就是整個感覺 然後一按就是N檔 整個感覺會讓你覺得是科技 是耳目一新 那除了這些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因為電動車 它沒有引擎跟變速箱的牽掛 所以它在防火牆的部分呢 它不用像過去要預留空間 所以這一台車呢 它的軸距已經逼近了2米9 而且它平整式的底板 然後讓座倉的底盤 底板也看起來比較 對 而且它是後座 它中間不會隆起 所以你後面如果要坐三人 坐中間的人 他們也不會覺得卡一卡 不會覺得好像是蔡全舒爾才坐中間 對 而且那當然像雙前座呢 它還有電熱的功能 像他們有一個冷凍的 怕冷 冬天怕冷 你就把它切掉 它就會電熱 你就會覺得 坐起來這樣整個人很舒適 方向盤也可以 對 方向盤也可以 就是在冬天的時候呢 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現在是變啦 現在稍微暖 你的手有點冰 現在三十幾度 你又開電熱我的中山 你的手有點冰 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這個鋪陳 是讓你覺得 不是那麼的Toyota 是真的 然後我這個就沒有手套箱了 因為你的東西要放到這 對 因為它雙層嘛 而且你看它這個 這個打開後面 這個扶手 它的置物空間也蠻大 就是以男生來講 長頰丟進去都沒問題 對 那另外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開休旅車長 是它在家人啊 在長輩 所以其實安全非常重要 乃哥 這次TSS 3.0 就是一個很大的賣點對不對 沒錯 其實這一次喔 在安全的配備上面 我相信BZ4X是給足了 那如果它現在總共的配備 大概有40項嘛 那如果我一項一項的唸出來的話 肯定是來騙通告費 所以我還是唸一下給大家聽 你們是一項都在騙通告費 我直接講這一次進步的在哪裡 除了它辨識的範圍變大 尤其是入口 行人 還有它在做車道辨識的時候 它連車道旁邊的 比如說樹或安全島上面的 這些物體它可以辨識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不僅是在鏡頭上的增進 還有它運算的這個CPU 也要同時做一個同樣的提升 除此之外 它的線控一定要更完美 當然電動車比燃油車的 在電子線傳部分的話 它會更直接 所以我覺得在BZ4X上面 你會發現它的這個安全的輔助系統 更加的符合電動車的一個特性 所以在安全系統方面 我是給很高的一個評價 那很多人都說電動車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重點 要討論就是電池 電池很重 所以車子就會比較貼地 然後車子也很重 整個車1.9噸其實算蠻重的 再來就是整個電池 大家也怕說電池會不會容易壞掉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BZ4X的電池 好奇寶寶你衣服要把它拆開來 聽說螺絲超多 手都轉到酸了 BZ4X所引進到台灣的電池容量 都是71.4度的規格 不論是前驅或是四驅版本 都是一樣的 但是在前驅版本 他們主要是交由 Panasonic松下所代工製作 至於四驅雙馬達的形式 它主要是給予寧德時代 來出品製作的設計 而這樣的設計結構 大部分都是採用 帶狀電池的設計 所以對於一些電池的規劃空間來說 當然是相當的好 而且也因為在中間底盤 有配置電池的關係 所以周邊結構 甚至內部結構 當然也勢必要進行優化強化 所以對電池本身 它裡面是採用電池元件 跟冷卻液機構是分開的設計 所以避免當你在遭受一些外力撞擊的時候 電池受到擠壓 甚至造成冷卻液 跟電池結合造成可能後續 可能爆炸期貨等等的可能性 在對於電池空溫方面 BZ-FORCE的功夫也下的相當深 而且先前像是我們頂過US310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冷卻機構是採用冷媒 就俗稱冷氣去吹涼它的設計 但是這樣子的空溫機構 其實不算是太出色 所以BZ-FORCE這部新世代的電動車 它則是導入了水冷形式 它在每一個電池模組下面 都有一個溫控機構 它可以去偵測每一個電池模組的 電壓、溫度、工作狀態等等的方式 來進行每一顆電池的溫度進行調整 而且也因為有水冷機構關係 所以即便你今天是在天寒地凍的狀態 它一樣可以利用水升溫比較快的優勢 讓你的電池的工作溫度 盡量趕快到正常工作狀態 那視線再往左邊看過去 你會發現在側群兩端的地方 它有一個像是蜂巢狀的一些鋁合金的結構 它是當你在車輛遭受側面撞擊的時候 它是一個緩衝機構 它可以讓力量可以因此分散 不要那麼直接的撞擊力道 就直接衝擊到電池本身 而對於電池本身外面的框架 它當然也有進行詳細的規劃保護 所以可以讓你在行駛的時候 即便遭受到一些不側身撞擊的時候 都可以確保到車內乘客的安全 乃哥你怎麼看這一次它的電池的鋪陳 對啊身為有打造過電動車的我 對這顆電池我可以說 剛剛一開始我說這個BZ4S有一些黑科技 其實就藏在這個電池裡面 為什麼其實大家都知道 日本車沒有在強調 我要追逐高的這個容量的電池 原因在哪裡 其實我們可以剛剛一幅拆開來看完之後 你可以發現它在模組化 電池的模組化已經做了未來的準備 怎麼看呢 你注意看它的冷熱的這個交換管 也就是說要幫這個電池加熱 溫控的部分 它是做在電池的這一個配可之外 那原因在哪裡呢 代表說這個電池的內部可以用什麼 我可以用未來的固態電池 甚至氫燃料電池 我在不改變我的溫控的這個模組之下 我只要改進電池內部就行 當初風田張南有說 我在開發所有的電動車都要以10年的使用 我還要保持90%以上的健康度 那這樣子說起來的話 也就是說其實它沒有再一味的追求這個電池容量 我要多大 其實以它的這個底盤來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並沒有把它塞好塞滿 原因在哪裡呢 因為我相信接下來的超級電池 或者新一代的電池再出來的時候 它就不需要為了新的電池 再去把這個模組化做什麼 二次的更變 所以也就是說 ETMGA文說的這個模組化呢 應用是包括到電池的這個PAC 甚至它的三電系統 Toyota應該不能只說BZ系列而已 應該說以整個Toyota集團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最可怕的就是哪裡 就是它的電池電控科技 那等一下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要來看看其他品牌電池 又怎麼來做調教 還有 Toyota怎麼讓這台車開到GeeGeeGee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Toyota集團 哈囉 大家好 Toyota的任何車都可以開到GeeGeeGee 對 BZ4X有沒有看到它的影片 也是殺得很兇 好 我們現在就Gee喔 Gee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其實沒有耶 其實你知道嗎 它操控不錯 沒有那麼的側傾 對啊 有那麼大一個彎耶 沒錯 而且我們剛剛這樣一個急回轉 我還踩油門踩下去 其實它的重心低 ETMGA真的有差別 就是低重心的電池 所以即使看起來是一台SUV 對 但是其實開起來 那麼SUV感 對 這我覺得是很大部分人不知道的 真的開過Toyota的人 或者說開過RAV4的人 你不要懷疑 這部車開起來跟它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根本 這部ETMGA的世代是完全不同 對 而且一上車開的感覺 會覺得它也沒那麼Toyota的感覺 這是它調校上面 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沒錯沒錯 Toyota就是用它最簡單的方法 給你剛好夠 讓你有感覺 有感受 但是呢 你不要花太多錢 TSS 3.0 好像也可以 雖然你們用不到 但是其實很多消費都很重要 誰說用不到 我3.0我一試就知道 它就有一點點 一半的5AU的感覺 你知道嗎 它有5AU的感覺 就是平常我們只有前面這一個車道 它看得清楚 但它現在換上一個100度的這個角度的螢幕 所以它可以看到旁邊車道 所以我開 真的有車切進來 那電動車的ACC更好 因為它加速不需要Kick down 不用換檔 所以什麼東西開起來都非常非常順暢 減速也順暢 加速也順暢 所以ACC跟電動車根本就是神配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在一般平常使用的時候 我不需要開那麼快 它會很OK 但是你要很快的時候 像剛剛那個統哥這樣一個大彎 對 它可以給你 它也OK啊 它並沒有漏氣啊 這就是電動車這個低底盤 低重心的感覺 那它的輪胎也不是很熱血 講真的 它給18吋 對對對 那國外有20吋 如果你未來 如果真的大家覺得說 我現在要F Sport 或者說我要GR 對啊 你就加錢啊 你要全景天窗 未來加錢 就是在加 對啊 但是現在 你要四驅 可能也要加 真的真的 一定要加 因為是兩顆馬達 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其實Toyota現在就是 我就給你一個等級 159.9萬 這樣的車 符合行情 其實這樣開 有沒有 動力來得很快 你也動車 因為扭力啊 來得很強很快 對對對 當然它這樣衝一陣就 就沒有了 因為它就是200匹馬力 對 201而已 夠了 夠了 對不對 但是可以有樂趣喔 對啊 它其實操控起來是很棒的 嗯 哇 來囉 你看 也是可以很high的耶 對啊 這可以熱血耶 是不是 它真的是夠力的好不好 不要跟我說 人家300匹 我們200匹 200匹 你絕 200匹 在電動車來講絕對夠用 嗯 因為這是電動車的特性嘛 你電門下去了 它就整個上去 而且這個方向盤 又這麼小 雖然說不是像那個 這個 他們概念車裡面那一支 上面都沒有遮住的 但是呢 這樣抓起來 喂 我覺得 PUSHO不是就一直在 走小方向盤 我覺得對不同的個性的人 不同的右腳力道的人呢 都有一種不同的風情 德哥 你開得那麼殺 搞到頭來 其實跟亮安庭的技術也差不多 目的地一樣會到啦 沒有 沒有 我們講真的 而且我有時候跟你比 我還比你找到目的地 不是 我會找捷徑 盈婷姐會這麼說 那肯定是元宇宙 因為與事實不符 因為我們在跑山路的時候 我們要追焦啊 那不是你看到畫面 可能幾秒 你看到那幾秒 我可能要走10次20次 我也有跑山路啊 我怎麼沒有你那種感覺 不是 重點就來了 速度不一樣 你帶的秒數就不一樣 比如說我速度這樣 咻一下 說時時那時快就過去了 我可能就要跑好幾趟 盈婷姐是遠遠從一個小點變大 這麼一拖就拖了20秒 所以基本上 你在過彎的時候 追焦會比我容易 差別在這裡 操控上面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也其實試了很多電動車 但我不是那種消拱的開法 但是我那優雅優雅的開 我覺得這是很容易上手的BZ4S 但你的話 因為對你而言 什麼車都容易上手 你那天開的那麼小胚 你覺得車子的整體表現 應該這樣講 就是它的ETNGA平台 我們先講 Toyota只要換的TNGA平台 沒有操控爛的 以前大家說 Toyota剛才的篩準 現在新車沒有這個事情 那它ETNGA平台重心又更低 雖然它還是重 可是它重心低 然後再來後懸吊雙A倍 真的很棒 那個服貼性很好 因為以前譬如說好 你現在直線 然後我現在要入彎 帶一點煞車 它要扭得出去 那現在不會 它就是雙A倍整個撐住 所以你就覺得 開起來就很有自信 你出彎方向盤還沒回正的時候 你電門就沾下去 然後豐沛的扭力 就一個聲音 然後你又覺得 有那種貼背感就出來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的方向盤的那個路感回饋 其實是細緻的 所以你會覺得 它在輕鬆之餘又小巧 然後我又可以用直覺去看到它的儀表 所以開著開著 整個人就信心度又爆棚 然後你就越開越過癮 所以你不用把它想成是什麼 很無聊的一個休旅車 它不會無聊 它真的不會無聊 對 而且你現在連電動車聲音都會 都會 對 雙虛之俱進 對 雙虛之俱進 其實跟我們現在開到很多電動車 它也算不一樣 它是讓你比較容易入手是不是 應該這樣講 有些電動車太消耗 當然我去譬如說我在潘潼大雨的時候 我試駕過 台抗 台抗還有RS一創 我跟你講台抗我彈出去 你知道那種雨大到你 你可能走路 走兩步鞋子都濕了 在那種情況下 我彈出去2.8秒 那個說真的 我自己開都害怕 那個你就是真的深呼吸 然後氣憋著 然後踩油門這樣 你都會覺得太小狗 它怎麼可能 的聲音 然後四個輪子那種就是 雞色 四個輪子雞色彈出去 然後RS一創的定位 大概就是台抗Turbo那個等級 我覺得你要開好那樣的車 你基本上要有一定的技術門檻 我不會建議你第一台車就買那個 但這個當然男女老少 你相對201匹 你相對的接受度 還有它的動態表現 會跟你之前喜歡的 那個遊車的感覺比較接近 對 它也不是跑車 它就休旅車 活在這個世界上 有這個同溫層的感覺 Eddie哥那你自己試駕的感覺了 一樣就是我們其實因為是會很主觀 所以我後來有跟德哥討論一下 我們都一直很 就是說剛下車的那一瞬間 實在是應該覺得 會滿喜歡的 對 會很喜歡想訂一台 真的 但是因為就講了 它的加速其實七點多 七點五 七點五其實算OK 但是我覺得中速的時候 會比較中段加速操車 表現更驚豔 那時候力量更充沛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提一下 它的那個方向盤跟座倉 它那個方向盤 其實我們傳統都是 就是透過方向盤的上方的空間 來看儀表 那這次沒有 這次把方向盤下移 然後有點像開戰鬥機的感覺 前面的儀表又有點像抬頭顯示 所以整個開起來 運動性的連接感很好 所以這是有一點出人意料之外的 電動車配置 傳統的電動車還是 就算是新款都照到牛車的方式做 但這一個 應該說盤位的差距 讓你覺得說這個東西 其實還滿未來的 雖然它開起來你不需要適應去學習 但是感受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長的位置 跟你以前開油車不太一樣 你可能要適應一下 有些人不喜歡 可是有些人喜歡 能夠接受新鮮事物 對 我覺得這個是很特別的 而且開完我覺得說 這車其實要改一下 就是平常我們Toyota的車 四次都要改什麼 沒有什麼好改 但我覺得它可以改得更有風格一點 比如說現在GR系列很流行 你要把它自己變成屬於自己的GR 這是一個創意的做法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車 如果買來其實做一些 因為你改不了電控 所以你做一些外觀的改裝 讓它更個人風格化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車款 對 我自己試駕感覺 也是新鮮感滿濃厚的 就像我們開到路邊 看到Toyota的維修廠 然後就有一個祭司 他可能出來休息一下 一看到我就突然間這樣子 然後開始到裡面叫一堆人出來 因為我在停紅燈 然後一堆人看我想說是衝著我來的吧 就是在拍車子 因為車子真的大家第一時間看覺得 這是Toyota嗎 這是Toyota 他們自己都沒看到 乃哥那裡開的時候 除了注目度很高以外 對 其實我覺得 在這邊我就是站在營廷姐的這一方 不用再叫姐 為什麼呢 其實剛剛Eddie跟德哥 他是用專業媒體的強力的 把它極限射出 但是我覺得我剛剛很認同 營廷姐說的一句 不要再叫姐 優雅 其實這台車跟我們以前開的所有電動車 最大的不同 它很優雅 它動力沒有給你那種 極速的強勁或什麼 大家都會說電動車都很厲害 這個比是比不上的 但是不要忘記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話 幾次你可以電門到底 對不對 其實這台車可以 電門到底 你是還可以掌控它 沒有 我們問一下 岳明德 你其他的電動車 有給他電門到底嗎 我每一台都到底 真的 你在心裡的那一種生成 電動跑車也是這樣 一樣 一定要 不然你怎麼 跑車就一樣 我都說我 我還有測0到100的加速了 對不對 對啊 而且你在山路那種 下著Ponto大儀的時候 所以電門到底 對 你真的在出彎補油 應該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傳統油車為什麼容易適應 譬如說現在直線 你要準備入彎 你這樣吹吹吹 然後踩煞車 然後降檔 你可以用擋位 可以用煞車去調節它的速度 然後進去 然後你那時候的扭力輸出 已經就被縮限 因為被排變速箱給縮限 那在出彎的時候 那個節奏是你已經很熟悉的 電動車不是 它就是0跟1 你這樣 然後踩煞車 好 動能回衝 然後出彎步有 那瞬間 那個瞬間 它是扭力整個炸出來 所以以這台201匹 你會很容易承受 對 你那個動輒都快100公斤米的扭力 你怎麼開啊 就從市場來看 我剛剛跟Eddie哥說 要跟Model 3比 可以啦 因為都是吃電 但問題是兩個真的是 不太一樣 痛調也不一樣 現在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可能跟EV6比 跟Ironik 大家因為說 特斯拉市其實是主要市場 那特斯拉的車主們 也對這個車相當的關切 大家會討論 那討論區也很熱鬧 在這個上市以後 那當然特斯拉車主所評鑑的就是 有很好的娛樂性 有很好的快充 有很好的充電設施 這些都是特斯拉既有的優勢 那因為這個價格就跨到Model 3 Model Y還沒上 所以你在選房車 或選SUV的電動車 就會變成可討論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討論點的由來 但是以SUV的身份來看 它其實對到的是就是EV6 那EV6價錢從140幾到快200 它是有不同車格的車型的選擇 那這個BD4X只有一個車型 對 那但是再來PK呢 不得不說EV6用了很多 應該是歐系的高科技 從技術充電 油保時機 油保時機同等級的快充的效率 然後再來就是設計也得獎 它都是做一個在話題前端的車款 但是Toyota擁有全省160一家的保修廠 全部都接受了訓練合格訓練 也可以來維護跟照顧這樣子的電動車 這又是在地的優勢 所以兩箱拉扯起來 看你的選擇性跟你注重的點在哪裡 我們會說比較注重設計風格 EV6其實是比較強烈 它的心就會往那邊去 那如果你是注重我只是A到B點用 我只會用車我希望方便一點 我可能本來也開Toyota 那我就繼續買Toyota 我的聯絡的方式 跟我習慣去的地方都不會變 然後再來是長期持有 照這個點看 事情有討論過就是時間會證明 像Tesla出來也大概五六年了 慢慢可以看到電池 在五六年後它的這個電池的容量 省號的狀況 那這都是可觀察和討論 那也剛好 大概在2022年有這麼多電動車進來 我們才發現電動車也是完全不同 本來說電動車出來大家都要失業了 是什麼車電動 里程就是這樣 然後照規格跑 然後電跑了就很過癮 然後就沒有什麼特別 不對 每個車廠還是做自己設定的方向 做自己設定的樣式 做自己設定的配備 對 所以非常的應該說也都是 擺花齊放 對 各種的方式都可以選擇 對 好 那其實今天看了那麼多電動車 等一下休息一下來看看 你知道市場上有一些熱門的油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快速大贏家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電動車 因為台灣進了很多很多的新的電動車 但是油車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銷售力度的 我們就來看看近期的油車銷售 比較好的一些車款 當然我們是以四月份為主 因為我們錄影時間是在五月份 我們來看看新車排行榜 銷售數字出爐了 第一名是Cora Cross 油電喔 光油電就賣了1384輛 整個加起來一共是3446輛 哇 真的是非常猛 再來第二名 Altis 神 A 1728輛 以及RAV4 RAV4 1432輛 前三名全部都TOYOTA了 第四名跟第七名都是福特 KUGA賣了1260台 然後FOCUS賣了992台 Nissan真的是Kicks一支獨秀在救Nissan 還有包括Lexus NX 豪華品牌也在榜上有名 Honda CR-V也賣了778台 以及Sienta Sienta還賣了653台 因為其實實用度也滿高的對不對 德哥就是車主啊 對啊 Sienta一定會賣好 我跟你講因為市場上沒有這對手 因為德哥買這一台是不是 不是也不是我買這一台 但是我跟你講這一台車 為什麼我覺得一定會賣得好 你市面上你買的到商車 商旅車 就是你要在百萬元價位 可是你要780萬 你要買一台休旅車 因為它等於是算比較迷你MPV 它又有實用性 側滑門 然後你說它很陽春 其實也還好 該有的也都有 那後面 車子也會動 對 而且它的底盤 底板是低的 就是你坐上去 那個價值是特別的 可是對工作車來講 譬如說我們攝影車 它整個尾門打開 攝影可以整個坐進去 你不用這樣子 你買休旅車 你可能要這樣囂張 那你在那邊你可以很舒適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車身尺碼小巧 那台車就穿越台灣大街小巷 你會覺得是流利 然後保養超便宜 真的保養超便宜 你知道我們買那台車 這樣四年了 它都沒有壞過什麼 我們唯一花最多錢是什麼 輪胎 我們現在輪胎是配R1004 然後現在這麼換三個月 我看第一天還要尾去 你看同時三碗 所以你們開得很兇還是怎樣 很兇 沒有同事就跑山路跟拍什麼 它每天都 我常常在那裡消費 所以變輪胎相對 對我們那台車來講 是比較高的消耗品 對 因為它側滑門也是方便的 對 就是很多的面向 其他車好像沒辦法一口氣全部油 所以你幾乎也跳不太到什麼大的缺點 反正你吃油 對啊 你如果買商車或是商旅車 你就會覺得多了幾分廉價感 但是它你可以用休旅車 或甚至迷你MPV來定義 所以你就會覺得 它這個高級的氛圍又好一點點 對 因為它長得可愛 沒有那麼的商用的感覺 那這麼多的車子裡面 你跟你們要看好哪一台 我看好還是持續的這個Nissan的Kicks Nissan的Kicks 就是它屬於所謂小型SUV的範圍 在市場上 因為這個範圍很競爭 再來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都有一個理論 是原廠其實不太想延續的 就是很多都是原品牌車主換購 像馬上的SUV我覺得也是 就是你前面期待賣非常多的量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前車主都會把舊車賣掉再換車 但是有時候挑新車太複雜 我如果在原品牌中有不錯的車 我直接就換購就好 而且我都在一樣熟悉的業務 熟悉的保養廠 這個都不需要適應 原來就這樣聯絡 所以像Kicks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產品 產品夠新鮮 然後再來就是市場的反應好 再來就是它承接的 可能有人本來看X-Trail 到現在年紀到了 不用再開那麼大的X-Trail 所以它回去看Kicks就好 是 房車也往上 但房車S-Trail賣得不錯 但是沒進房 但其實賣得不錯 但是因為市場還是著重在 小型SUV的這個環節上 所以小型SUV還是市場的一個熱門點 對 這算是Nissan裡的當家花旦 就靠它一隻獨秀 真的整個把Nissan的銷量拉起來 等於是代頭客 大家進來看到這台車 就可以順便看看其他車子 乃哥 那你呢 我覺得大家看到剛剛那個表格 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如果你把Kawakos的油電車拉出來 單獨拉出來喔 1380的市量 整個排行榜它排第二 它排第二耶 所以3400扣掉1380的市場 對 它真的排第二 第一名是CC 第二名也是CC 對 都給你賣就好啊 我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油電車開始被人家接手 對 而且這個數量很大 所以現在唯一 在這個排行榜之內 好像CC是一隻獨秀對不對 其實我本來很看好一個叫做HRV 可是它不在裡面喔 可惜它沒有進油電 因為現在還沒有正式發表 我錄影的時候 還沒正式的說它的價錢 所以整個榜單上 唯一一個HONDA 人們都說雙鐵 HONDA只有這個CRV 還是稱在那邊 其實我覺得CRV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 其實可以看到 它應該在這榜單上面 應該是風頭最小 好像都沒聽CRV有什麼 搞什麼的活動啊什麼的 它就默默的賣 但是穩穩的 年初的時候 還有破千台的銷售 對 這個是讓我覺得是說 不是看不看好 是由衷的優點尊敬 你知道嗎 什麼叫由衷 由衷的優點尊敬 就是說你在一個車廠 它的車款數比較少 對 然後你還有一個可以進榜單 對 接下來包括FIT還有HRV 其實它是強中之強 對 就是說它手上也握有王牌 那我就還滿看好這一種 就是有點像獨立小車廠的那種 那種個性 你說得好像沒價錢 不是 我真的是覺得很難得 所以我覺得 我還滿看好這個CRV 你說手上還握有秘密武器 是假HRV嗎 HRV因為 我可以期待它嗎 還是 我覺得價錢 可能會顛覆這1到10名的排行 價錢可以到這麼三名 如果它的價錢公布的時候 是大家心目中那一個 我們想像的那個數的話 是 我覺得它可能會進到前十 HRV 你認真 認真 你問列明得HRV 你覺得有可能嗎 其實那個極趣反而受歡迎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價錢差不多是不是要CRV比較好 但是我跟你講 很多女生 她不是在乎錢 她是在乎尺寸 因為我騎了 你開越大的車 我心理負擔越高 那HRV其實你看 你開基本上 那會讓人家覺得有一種 行男淨女的感覺 小修旅 然後外型又時尚 它等於可以跟流行 畫上等號 所以Cara Cross 它會賣這麼好 除了很多營業車加分以外 也不少人覺得這個車真的很實用 不用像SUV那麼大 對不對 對 因為我跟Eddie哥上次 在記者會看 就很多人留言都在罵 就是一來是售價 二來是要改的幅度比較大 再來就是沒看到油店 所以大家的期待只是有的才會被罵啊 嗨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